我覺得我們一群愛國愛港人士 真的要團結一致 為了我們香港人的尊嚴 為了要爭一口氣 而應該向南韓發動全面的抵制行動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 大家都知道 最近在南韓舉人的亞洲七人籃球賽 居然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當香港隊出場的時候 大會就播放國歌 而那首國歌居然是 要命關歸香港 而作為香港人 當我聽到一件事之後 就真的... 覺得很差 哪有可能? 怎麼搞的? 不行啊 一定要強烈貶賺這些行為 我絕對接受不了 我很生氣 我真的很生氣 今天這件事實在太令人感到震驚了 所以又願及此 今天就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這件事的內容是如何呢? 當中為何會無故播出 預名光歸香港作為香港的國歌呢? 最後 我想就此件事發展一下我的不滿 以及分享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這件事實在是否會不會一直在一起 那這件事實在是否會有問題 這件事實在是否會有問題 這件事實在是否會有問題 我相信這件事實在是否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馬上開始 大家先簡單說一下 這件事實在是否會有問題 正當大家以為是播放中國國手義勇軍進行曲 竟然是播放月榮光歸香港 正正因為這件事 引來香港政府表示抗議甚至是強烈不滿 而且更加強烈譴責亞洲籃球總會 強烈譴責香港籃球總會 甚至強烈譴責南韓駐港月總領事館 除了一些強烈譴責外 香港政府也就這件事展開全面的調查 看看有沒有一些人涉嫌串謀違反國歌法 甚至香港的國安法 但這時間一天後 南韓主辦風走出來解釋說 其實在比賽前 就已經要求每一隊參賽隊伍要提供他們的國歌 但他們就收不到香港隊提供的國歌給他們 所以正正因為這樣 他們就有一位職員上網去找找香港的國歌 然後就找了搜尋結果的第一個 然後再將它下載下來播給大家聽 才會引起一個誤會 OK? 我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但這件事真的令我很生氣 連香港的國歌都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都播了這麼多年了 大家都耳熟能像 你隨便問過香港人都知道是哪首歌 還要上網玩的 你說你有沒有抵鬧? 所以沒辦法了 我真的強烈建議南韓的有關部門 就真的真的要嚴厲分析這位員工 那分析完之後呢? 就繼續上班吧 我們怎樣了? 不用工作嗎? 啊...真的呀 那我可以接受由終於就轉這件事 分享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就讓我去逐一回應一下 香港的建制派議員 甚至香港政府的言論說得又有多不對呢? 第一,我真的很想回應一下何君堯的言論 首先他就說 大哥呀!這首歌播了五十多秒 是五十多秒呀! 你群香港隊的人居然是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老實說,我覺得何君堯一句說話 對呀! 明明大家都知道是播錯了歌的啦 為什麼你群香港隊的人是完全沒有任何反應的呢? 還整個慘地站在做什麼呢? 為什麼不抗議一下呢? 就讓我上網看看 你群香港隊的成員是哪一個呢? 居然敢死不容許反應的? 嘩...全部是老實人 有我!有我! 有我! 那要如何呢? 外國人是大了嗎? 不用聽中文? 可能不知道都怎樣的 啊!豈有此理啊? 所以我理得你是總是外國人 也好、印度人也好、什麼也好 總之你沒有反應就是你們的錯 OK? 其事就是何君堯更加是說到 一些錯誤真是不難原諒 解散是基本吧 對於何君堯一般的言論 我個人認為是對的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你們香港隊的人 人家播錯過50多秒都沒有反應 知不知道50多秒有什麼概念? 可能我個人就不太知道 但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香港人是很有時間觀念的 你知道嗎? 在香港只要你遲給反應39分鐘 就已經要死存 落地獄和母仔送中 所以在情況下 你們50多秒都沒有反應 解散你們都已經算是人之以盡了 第二,想回應一下男型其中一位KOL李梓敬的行為 話說最近他去了南韓駐港領事館表示抗疫 而我對於他這一種行為就真的是... 對呀! 對不起,對不起,我重新說 說過吧!繼續吧! 對呀! 因為這一種做法最起碼都要讓南韓知道 我們香港人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嘛 是不是這樣說呢? 但我已經想過了 這一種做法在短期內的確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但長語而言呢 我真的有點擔心會不會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呢?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我們一群愛國愛港人士 真的要團結一致 為了我們香港人的專業 為了要爭取一口氣 而應該向南韓發動全面的抵制行動 即是來說,從今天開始就不要再用那些什麼Samsung 那些什麼電話 不要用了,我們不用那些韓國東西 以後都不吃韓燒 不吃泡菜 不看韓劇 甚至是不去南韓參觀 不去那裡消費去益給你們 驚未? 劉慧表誠意 我還記得我家裡的電視機是Samsung的 我待會拍了這條影片後 就馬上去打爆它 就表明我的愛國愛港心 OK? 第三,就是想回應一下香港的一位立法會議員 陳勇的言論 當中他說 大哥,知道有什麼理由可以播錯歌嗎? 我們中國的假假地在國際上的認知度又高 而且中國又不是什麼冷凍國家 有什麼理由真的會播錯呢? 對於一位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說法 我認為是 對呀 大哥,我也真的很想問 中國的國歌那麼出名? 大家都聽過了 有什麼理由你會播錯呢? 就算你真的沒聽過 那你隨便上網找到也找得到 我隨便上網找到另一首 那你一看就知道 這個不是中國的國歌 你有沒有常識? 小河有沒有教過你? 中國的國歌你都不知道? 本來我也不想認識 我們香港人 無論是什麼國家的國歌我們都認識 你不相信嗎? 我一聽就知道是英國國歌吧 輕鬆 我一聽就知道是英國國歌吧 不是啊 這首就是澳洲的國歌吧 你不是喜歡問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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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印度啦 怎麼還要問呢? 啊...真是呀 到第四 對於我們今次香港政府的反應 除了是強烈譴責之外 而且更加說到要全面撤查 究竟在這件事上 有沒有人涉嫌違反國歌法 甚至是國安法呢? 老實說,弟弟我一向都不是很妥當香港政府 但是在這件事上 我真的覺得政府是做得對的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香港的國安部 能夠派一些人去南韓 然後將那群涉嫌的人 拉回香港受審 但還有,弟弟我還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制裁相關的人士 即是涉嫌的疑犯、南韓的官員 又或者是籃球賽的主辦方人員 讓這群人以後沒辦法進來一個美麗的新香港 沒辦法享受這麼自由的空氣 你說沒辦法? 那我先走了 不要啦 那到這裡先 對於這件事,即使我到現在 都已經作為尾聲了 但我的路火依然還是平息 即是我從來沒試過拍一條片 拍到興奮的,現在出汗了 那你就明白我到底有多生氣了 所以很希望香港這麼多建制派的議員 真的要幫我們發聲 繼續告訴全世界的人 我們香港原來是有你們這群頂瓜瓜的立法會議員 去管治我們香港 OK? 那最後今集帶來這件事給大家看 又要再去觀衆螢幕分享給大家分享 那沒那麼多一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分享給我訂閱、訂閱、訂閱 還有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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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 大家看到嗎?聲通電視機 他一即刻打爆它 聲通電視機 是不是? 沒有騙大單 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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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走,我走走 你笑死我了 你笑死我了 喂,唉,好啦好啦好啦